《新的本地導演》 雖然我很怕做電影宣傳 但這部電影我都要讚賞本地導演 和他有很多面資源的 G.C. Gooby 卓雲姿 又有新戲相 如果你說以一個 新進的本地導演 他也不是新進 他之前也玩過阿Dee 但不是全程投入那種 如果以年輕一代的導演來計 又是商台出來的話 余僧試過拍戲 這個真的不知道 《秋天的童話》 有他出了一陣子 林海峰也試過拍戲 但如果以電影來計 我覺得卓雲姿 真的比他兩位更加進一步 做得更加好 Jan反而現在都是做show多些 拍攝 林海峰就拍戲會少些 說了那麼久 我們稱讚什麼呢 就是稱讚卓雲姿 他懂得如何進修 當時得令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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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拍戲 當時得令的演員 你可能會想王子華 或張學友 金雞已經是這樣的橋 金雞也是周海光的 都是商台出來 卓雲姿竟然找到 他 這位政治演員 這部電影叫做 Temporary Family 失戀急陽 葉劉淑儀 葉劉又不介意拍這部電影 好像葉劉失戀急陽 政治演員 我覺得這位置吃得很盡 葉劉和誰拍 張家輝 張家輝拍 他不是用真名 妙就妙在 蔡韻之厲害就厲害 你知道葉劉淑儀 在戲裡面的角色是什麼名 不懂我們聽到這張開報下面 叫葉劉淑儀 拿回自己的名字 葉劉淑儀 cross over 張韻之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當然厲害 吃到盡 樓齡45歲 樓齡 是啊 但葉劉實際63歲 賺光 賣光 賣點是名人網絡 敢做謹然 叫價也吃了君臨天下 叫君臨免儀 高層筍盤 很厲害 所以你只看這行下面 是 再加上葉劉肯玩失戀急陽 其實葉劉不知道是否 他也不知道是否叫失戀急陽 他應該知道 我這麼大膽 我這麼大膽 畢竟都是行政會議成員 你說錯韻之 對 不會這麼大膽吧 買錯韻之是很大膽的 說笑 是嗎 真的不知道 是啊 說笑 我覺得錯韻之吃這些字 吃得很厲害的 的確值得一讚 他也有點巧 譬如他那時候有個專欄 叫納粹分子 其實納粹 尤其是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上個星期 6月6日 這個 羅文台登陸前紀念 大家對於 極右派 軍國主義 納粹 納粹 有很多忌諱 但是他就直接吃這個字 他用哪個納呢 就是納粹人的納 納粹人的稅 就是我有份納粹的 Taxpayer 所以他吃這位吃得很漂亮 一些忌諱 他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也是一種很高超的技巧 你想想 他是一個挺反叛的人 但他找個建制派行政會議 成員拍他那部戲 他又不怕 又不是真的要笑他 甚至乎笑他的時候 有多開明 笑他的時候 葉劉又要硬吃 對 不是 他沒有 我對葉劉的那個45歲 是嗎 這個已經女人最開心的 我想成春戲 你不給他錢 葉劉淑儀 他都賺了 覺得自己 你多給我20年青春 是嗎 在電影裡面 你說我45歲 但是不像 你明白嗎 勁就勁在45 還能吃到很多東西 是嗎 就是45條 基本法45條是選特首的 基本法23條 23條就是國家安全 但是基本法45條是關於 怎樣選特首的 所以他不只是說45歲 那就是更加開心 更加開心 說葉劉可以選特首 所以我覺得這條劇 吃得益 很少這樣炸一部電影 但是這次 就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有多難 還沒看 真的有多好 你好像自己看了 我一直說 這部電影的宣傳 真是一流 是 這部電影我沒有看過 沒錯 如果宣傳這麼好 但是這部電影難 很大 因為觀眾對你去看影評 是很有期望的 所以我現在是評論 你說什麼人聽 宣傳 你沒看過 宣傳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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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蔡英知連證券都沒有給我 搞錯 搞錯